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党宣布重磅协议扩大儿童福利并给企业减税 男子爬进飞机引擎死亡离其监控画面曝光 利率继续下降抵押贷款需求激增超过10% 看节目同时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 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中文热点 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 周而晚间参议院推进了一项临时支出法案 试图避免联邦政府在本周末的最后期限之前 再次面临关闭 参议院以68票对13票 推进了一项持续性决议 这是通过法案的第一步 该法案将把政府拨款的最后期限延长至3月1号和3月8号 以便让参众两院有时间批准长期拨款法案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周二表示 这次投票将使参议院走上正轨 在周五之前通过这项持续性决议 如果没有一项持续性决议 联邦政府将在周五一些机构的资金用完时部分关闭 其他部门的资金也将于2月2号到期 舒默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上周就年度拨款法案的总体支出水平达成了协议 该协议基本上遵守了去年拜登总统和时任众议院议长迈卡锡达成的协议 但参议院和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几乎没有时间来撰写和通过这些法案 这迫使国会再次依靠短期拨款延期来避免政府关门 如果获得通过这将是国会自去年9月以来通过的第三项短期支出法案 来关注税务方面的消息 国会资深议员周二宣布了一项两党协议旨在扩大儿童税收抵免 并为企业提供一系列税收减免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密苏里州共和党人史密斯 与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俄勒冈州民主党人怀登共同宣布了这项780亿元的税收协议 为数月以来的艰难谈判划上了句号 史密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 美国家庭将从这项两党协议当中受益 他提供了更高额的税收减免 加强了普通企业实力 提高了我们对中国的竞争力 并创造了就业机会 据悉该协议将改善儿童税收抵免政策 试图为经济困难的家庭和有多个孩子的家庭提供帮助 他将取消可退还税收抵免的1600元的上限 并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 目前的儿童税收抵免额为2000元 但在纳税时只有1600元可以退还 也就是略超过75%的部分 但不欠税的低收入家庭 无法获得最高金额的现金退税 根据拟议的立法 国会将把2023年纳税申报单的儿童税收抵免最高可退还额 提高到1800元 次年提高到1900元 并在2025年提高到2000元 民主党人在疫情期间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 在减少贫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随着该政策结束 儿童贫困率跌回疫情前的水平 作为交换共和党人 希望恢复2017年川普对企业减税政策的一些已过期部分 根据两个税务起草委员会逐项公布的摘要新方案将允许 允许企业一次性扣除国内研发投资而不是隔五年扣除 新方案还将恢复2017年税法规定的更慷慨的利息支付扣除上限 并继续允许企业扣除其对机器和其他设备等短期资产的所有投资 然而该协议在国会通过的前景不明 因为它仍然需要被写入立法 并确保在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和民主党领导的参议院通过投票 怀登曾经表示他希望在1月29号报税季开始前通过该协议 但这并不确定 因为国会正在处理其他优先事项 包括避免政府在本周末关门并在三月之前完成其他拨款程序 NBC新闻指出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 将是国会两党在一个敏感议题上合作的罕见成功案例 国防部长奥斯汀本月初因病住院引发了巨大关注 据媒体获得的一份911电话的副本 在奥斯汀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叫救护车时 要求调度员不要亮灯和鸣笛 1月1号奥斯汀在接受前例腺癌手术之后出现并发症 从维吉尼亚州的家中被送往沃尔特里德医院 媒体根据信息自由法的要求获得了这通电话的内容 一名为奥斯汀工作的联邦雇员说 我能请求救护车来的时候不开着灯和警报器吗 我们想要保持低调一些 根据当地法律 救护车必须在主要道路上鸣笛和亮灯 但在次要道路上没有强制要求这样做 奥斯汀于12月22号接受了手术 但由于并发症在元旦住院 在住院两周之后于本周一出院 奥斯汀和国防部在处理他住院治疗的问题上 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几天来外界一直对此一无所知 奥斯汀也没有立即向总统拜登 透露他的住院情况 共和党竞争对手 利用此事来攻击拜登和白宫 奥斯汀在自己的声明当中说 他将继续修养并在家履行职责 并期待尽快返回五角大楼 养子健身法拉盛首家顶级华人健身俱乐部 38大道云缅街交界处会员免费停车 347556539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热点 近日一名男子在盐湖城国际机场 爬上了一架商用飞机的引擎之后死亡 目前警方公布了男子出事前 在机场候机厅内的监控画面 近日一名男子在盐湖城国际机场 爬入了一架商用飞机的引擎后死亡 目前警方公布了事发当天 男子在机场候机厅内的监控画面 事发当晚10点左右 先是机场内的一名商店经理报告称 航站楼安全区发生了一起 涉及一名乘客的骚乱事件 从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出 该男子跑到一个登机口大门 试图用力开门 他还与机场的清洁工进行交谈后 又跑到另外一个登机口大门 再次用力试图打开大门 未果后 男子开始撞击大门旁的玻璃 还扔了鞋子过去 很快 在安全紧急出口的监控派道 男子提开通往楼梯的大门 手里还拿着鞋跑下了楼梯 也是从这里 男子到达了停机坪的除兵匝道 而后 男子跑到了机场跑道的南端 爬进了一架飞机的引擎里后 不幸死亡 他的家人说 他是去看望一位生病的亲友 但近十年来 一直在与精神疾病作斗争 男子的死因尚未公布 目前 多个机构正在调查机场安全漏洞原因 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 上周抵押贷款利率的又一次下降引发了贷款挤兑 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MBA的季节性调整指数显示 抵押贷款申请总量较前一周增长了10.4% 符合贷款余额也就是726,200元或以下的30年期固定利率 抵押贷款的平均合同利率从6.81%降至6.75% 首付款为20%的贷款的积分从0.61上升至0.62 这是三周以来的最低水平MBA副总裁兼副首席经济学家 钟看说所有贷款类型的抵押贷款利率均下降 上周公布的通胀数据令公债收益率走低 这帮助抵押贷款申请增加 购买房屋的抵押贷款申请本周增长了9% 但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 一年前抵押贷款利率约为0.5个百分点 不过购房者似乎被最近利率的下降所吸引 较低的利率也给一些现有的房主提供了省钱的机会 住房贷款再融资申请比前一周增加了11%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 虽然目前绝大多数借款人的利率都低于现在的利率水平 但最近的利率下降仍对那些贷款利率较高的人产生了一些影响 视线聚焦美东 今年夏天MTA将关闭机线进行升级改造 这将使机线的乘客面临一些通勤难题 MTA计划拆除并更换目前为机线提供动力的 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列车控制系统 这是一项耗资数十亿元的信号系统计算计划工作的一部分 MTA提出了在夏季六周内进行三组全天候的作业安排 尚未最终确定的包括以下日期 由于该街区已经成为了美食胜地 这也让不少餐馆老板感到了担忧 文文餐馆的张老板说 尤其是6月下旬到7月8月 这可能是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 情况会更糟 他说80%的顾客都来自于外面的社区 停运的同时 交通拥堵收费也将生效 一些乘客担心双重打击会增加他们的痛苦 市议员林肯雷斯特勒要求MTA考虑出一个替代计划 MTA发言人表示 这只是一个拟议计划 MTA将与基线沿线社区合作 确保尽可能减少中断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 看看啊 预v生行 美国花旗身 中国自由行 美国下单 中国收获 花旗身 中美路路通服务 八年信心满意保证 中港美专卖店提供专业服务 接受官网下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